我們剛才有一個蟲子 進入 容若海豹瞬間成為囊中之物 鯊魚身為海中霸主 在水裡自由來去 但近期這一張張照片 拍到鯊魚臉上 魚棋上全都是傷疤 有墨西哥科學家研判 可能是鯊魚和神秘動物發生激戰 但深海中有誰強大到 和海中之王決意死戰 另一邊我們有大腿 和大腿 完全不同的工具 這個全新發現的深海掠食者 正是大網遊 但這種狀態的狀態 代表只有三個最大的鯊魚 最嚴重的是大鯊魚 真是科學家理論 可以達到大約60公斤 Discovery招牌節目 鯊魚粥最新一集 大白鯊對決大海怪 就派出科學團隊 來到墨西哥的 瓜達魯沛島探索 這裡侵襲著 包含大網遊 在內的三種巨型鯊魚 都很難以捉摸 但這一次透過頭耳實驗 終於讓科學家 成功捕捉到對決場面 科學家們用氣味道具 模擬大網遊特徵 甚至還利用LED燈 模擬出大網遊的生物螢光 發現無論如何大白鯊 都會直接鎖定衝撞 做出劣實性攻擊 確定大白鯊真的和大網遊交手過 大網遊有超強勢力 觸手強而有力 西盤中有小力尺 可以把獵物撕成碎片 還能夠高速移動 對決將近三千公斤 一口鋒利三角尺的鯊魚 難以判斷誰才是深海王者 新新聞 姚海鑽報導